欢迎大家来到由长沙原响科技公司推出的一周搞定系列视频之C语言 我是主讲老师刘凯 我们现在讲7.3 字符数组 字符数组就是存放字符数据的数组 我们前面讲了我们C语言里面没有定义存放字符串的数据类型 那么字符串就必须要用到字符数组来进行保存 那么一维字符数组可以存放一个字符串 每个数组元素对应存放一个字符 那么二维的字符数组可以存放多个字符串 好 我们来看一下字符数组的定义 既然是字符数组 那么首先它还是用这个数据类型是用chr 字符数据类型chr再加数组名 然后加常量表达式 这个跟前面讲的概念是一样的 那么二维的定义也是 二维数组的定义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来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字符数组 它的数组名为c 它总共保存十个字符 这个利用chr进行定义 定义的第二个字符 ch字符数组 它是一个二维的字符数组 它有三行 每行里面可以保存四个四列四伏 所以当然也可以用整形数组来存放字符型数据 比如说我定义一个int c 括号十是也可以 但是这样浪费这个存值空间 因为我们的一个字符型的数据是0到255这个范围 好 字符数字的初始化 这个跟前面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在定义的时候进行初始化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chr5 c h5 它包含五个字符 那么五个字符就是h1 ll o 就可以这样 那么定义好之后 那么ch0这个元素保存的是大写的h ch1这个元素 保存的是小写的e 以此类推 如果说你定义的时候 这个定义的数据空间小了 你比如说我定义一个是ch4 那么最多保存四个字符 但是我们在初始化的时候 我们却需要五个 那么这个时候就存在问题了 为什么 最后一个ch4 是不存在的 这个元素是不存在的 这就非法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定义的时候 定义很大一个 但是我没有这个空间 我没有用完 你比如说我定义一个ch5 一共有五个字符 那么我初始化的时候 只初始化了三个元素在里面 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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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保存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ch0第一个元素 保存的是b 第二个元素保存是o 第三个元素保存是y 那么接下来有两个空格 它是以斜杠0 作为内容保存在里面的 斜杠0在字符串里面 可以认为是字符串的结束符 它在后面空的都以斜杠0 进行保存 这里还有一种初始化的方式 就是我ch过号里面不写具体的数据内容 而具体的这个字符数的个数 那么然后它等于一个初始化 那么实际上在这种语句里面 你具体会分配多少个完全是看后面初始化的这个个数 你比如说我下面初始化 字符为hello 一共有五个字符数据 那么我们这个最后总共ch的大小就为五个 二维数据的定义 好 字符数据的引用 比如说我们现在定义一个 字符数据的字符数据c 一共有十个 那么 它有多少个元素呢 我们来数一下i一个 这里一个两个引号中间空了一个啊 表示空空格 所以i一个空格一个 a一个m一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 保存了十个那么要输出这个字符算 其实跟我们前面的一维数组的方法是一样的 怎么输出这个必须i个输出啊 i个输出 你看我用printf可以i个输出 i等于0 i小于10 i++ printf c 这里要注意符号是以百分c来输出的 如果你不用百分c输出用百分d 那么输出来不是一个字符而是输出数字符 这个字符对应的阿克斯码值输出来了 这就是格式符这个作用 那么在ci i是下标 以i做下标 因为i是可以不但变化的 那么这样子就可以输出i am a boy 这样的几个字出来 最后再输出斜干i 斜干i就输出发行 实际上是保存的时候就是这个这个宿主保存的就是这样子 i am a boy 好输出一个钻石 这个钻石的图形 我们用星号 空格号和星号打出一个钻石的图形 那么这个钻石图形也是一样的 首先保存在一个宿主里面 保存在一个宿主 这个宿主是一个字符站的宿主 然后再利用两个因为你现在保存的是二维的二维的输出 那么具体有多少行呢 我们这里没有写死具体的 我们就看后面一二三四五一共有五大五行 每一行最多有五个五行五列的 那么我们这个输出的时候就输出五行五列的数据出来 那么我们一次以i和j来作为下标 作为下标来输出来 最后输出的结果就输出这样的一个钻石的图形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上机操作一下 好 我们接下来就讲字符串 前面讲了字符数组 其实字符串和字符数组都差不多 就一点点差别 就是字符串里面 字符串就必须在原来的 所谓的字符数组后面 必须加一个斜杠0 作为该串的结束符 就这一点区别 比如字符串必须有一个结束标志 斜杠0 这个0是不会显示的 但是它在数组里面放在那里 可以作为一种标记 就认为这一串字符结束了 也就是字符串的长度 是第一个斜杠0以前 字符串的个数 在字符型数组或字符串中 遇到斜杠0 就认为该字符串结束了 系统对字符串的长量 也会自动的加一个斜杠0 作为标识 你比如说 Print of China 实际上它可以这么看待 实际上输入进去的时候 China最后再加一个斜杠0 它会自动的加 那么字符串 你看我们现在定义的 CH6等于hello 那么实际上保存的这个结果 等于什么 因为这里面hello 是五个一共有五个字符 五个元素 那么我们现在定义的大小为六个 我们前面讲了 凡是为空的地方 就自动填什么 填一个斜杠0 那么这样的一个数组 这样的一个字符数组 实际上可以看为是一个字符串 这些定义都是一样的效果 好 你看这里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定义了一个二维数组 它一共有12345个五行 最每一行最多为7点 那我们在保存的过程中 会发现它斜杠0 凡是空的 它都以斜杠0为标数 那么比如说 apple这个这个字符上数组有多长呢 是以第一个斜杠0前面的字符来数的 所以apple一共有五个 而orange一共是有六个字符数据 那么输出一个字符上 那就比前面的输出方式就稍微有方便一些 我们除了可以利用c r一个r一个字符进行输出之外 我们还可以用s的格式符 将整个字符串进行输出 只有两种输出方式 那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c逐个输出 通过这个数组的下标 来逐个输出这个数组的每个元素 那么s那么就可以直接输出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这个里面 这个程序里面 我们首先输入一个算是不算 那么输入的时候是一个一个要输入的 对吧 因为-i等于0 i小于5 c每一个输入到对应的这个元素 以i作为下标 对应的这个这个地址里面去 那么输出的时候 我们看看既可以这样输出 -i等于0 i小于5 i加加 printf c strm i 是可以的 当然我也可以 怎么输入 不用for这样的循环 直接一个printf s 然后再加strm 连i都不带了 strm直接以输出名 它就可以直接输出 那你比如说是这样子 直接这样子输入也可以这样子输出 对吧 因为你是作为一个字符串的 所以s 如果处理字符串的s 这个格式符就非常方便 遇到空格或回值结束 会自动加0 斜杠0 输出的时候 运到斜杠0 会自动停止 停止盖串的输出 大家会发现 如果这个s 输出会输出什么结果 这个a 这个字符里面 这个数字里面 保存了hl 斜杠0 再l o 再斜杠0 那么里面有两个斜杠0 而且这斜杠0 是什么 错开的 那么 至少s输出一个a 用这个数字名为变量 来输出一个字符串 那么输出的结果就是hl 后面的l 他是不认了 因为他在输出的时候 凡是遇到斜杠0 他就自动停止输出了 ScanS也是一样的 遇到空格和回字 这个输入就结束了 好 这里有一个例子 如果准备将字符串 this is a dream 记录下来 错误的输入一句是什么 char s20 4更f 百分号 20s 然后输入一个s 把这个数据放哪里 放到s里面去 第二个b 4 k等于0 k小于17 k++ sk等于getchar 然后第三个 cgetchar 不等于 斜杠0的时候 k++等于c 第四个 两个五个 四个 ABCD 然后定义 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 ABCD 那么错误的是哪一个 我们前面讲了 凡是遇到空格 怎么办 或者空格 或者回车 该个字符 就怎么办 自动的这一串就结束了 输入的时候 所以这里面明显的有空格 如果要保存空格的话 实际上 大家会发现A是不对的 对吧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这没办法 把这个 这个有带空格的 作为一个串来进行输入 好 我们下面来讲一下 字符串的一些处理函数 那么C1元 它这个库里面 提供了很多对字符串进行处理的一些函数 这个方便大家对字符串进行一些处理 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己写一些处理函数 但是它提供了一些这样子的比较方便的这些调用的话 那么使得我们做起来会更加简便一些 那么这些强用的字符串处理函数 它是包含在头文件stream.h里面 所以我们在利用这个C语 C语言里面自带的字符串处理函数的时候 我们必须包含Stream.h 那么里面这个Stream.h里面定义哪些函数呢 第一个StreamLine 就是计算一个字符串的长度 这样的一个函数 我说一个字符串 然后返回它的字符长度 就可以用StreamLine函数 比如说 有个例子 StreamLine ABCD 空格 E25GH 斜杆斜杆斜杆 那么这里注意啊 这不是斜杆0 斜杆斜杆斜杆 123 123 那么输出来 会是结果 告诉你有11个啊 123 4 5 6 7 8 9 10 11个 好 这里还有一个函数 就是StreamCopy 什么意思呢 StreamCopy就是字符和字符的拷贝 啊 那么拷贝比较啊 比较啊 比较 两个人进行比较 那么比较两个字符长 S Stream1和Stream2 两个大小 若相同则返回0 若 若Stream1 大于Stream2 则返回大于0 若Stream1 小于Stream2 则返回小于0 那么他们是怎么 这个内部这个层 这个函数内部 是怎么进行个比较 怎么知道他们相等和大小呢 他们实际上是这样子的 把Stream1和Stream2的这个 两个字符上的里面的 包含的字符 逐个逐个拿出来 比如说Stream1的第一个 和Stream2的第一个先拿出来比较 如果比较出来 他们是用字符的AX码 如果比较出来相等的话 再拿Stream2的Stream1和Stream2的什么 第二个字符来进行比较 AX码的小的 那么 那么整个字符串就小了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举个例子 StreamCopy ABCABC 那么这两个比较的结果 结果为0 为什么 A跟A相比相等 B跟B相等 C跟C相等 那么两个字符串就相等了 就是一样的字符 所以都会0 那么下面接下来一个小写的ABC 和大写的ABC 那么他首先拿出小写的A 和大写的A1比A 这两个已经不同了 那么小写的A 是比大写的A 这个AX码是大一些的 用16字表示的话 大写的A是4 小写的A是6 所以 小写的ABC 这个整个字符串 就不用再比了 它就比大写的又大一些 速度结果大一点 如果是大写的ABC 跟小写的ABC相比 那结果肯定是小于0 好 第三个 暗数是StreamCopy StreamCopy是怎么的 把两个字符串 烤在一起 也就是说把字符串 的内容 连同结束标记符 1-0 一直复制到Stream1里面 那么也就是Stream1 和Stream2 最后两个人合并在一起 全部合并在Stream1里面去了 好 StreamCat函数是将两个 StreamCopy是复制 StreamCopy是复制 将Stream2的内容 前面讲错了 将Stream的内容 复制到Stream1里面 Stream1就被覆盖了 StreamCat是将两个字符章 进行首尾相接 首尾相接 原来Stream1串尾的结束标示符 斜杠0 被自动的 被Stream2的第一个字符给覆盖了 然后新串 会自动的末尾 会自动加上一个斜杠0 生成的新串 存放在Stream1里面 你比如说我们下面举个例子 有两个字符章 一个C1 它的内容是ABCD 一个C2 它的内容是XY 12 将两个人 进行一个 这个StreamCat 那么StreamCat最后结果 会变成什么呢 C1的结果 就会发生了改变 那C2的结果 不会动 C1的结果会变成什么呢 变成了ABCD XY12 这是一个AX码表 我们前面其实讲过的 那我们现在上期操作一下 对这三个题目进行操作 第一个给定三个字符章 进行录下操作 比如拿三个字符章 这是我们本公司的名字 原响YUAMXIAMG 然后第二个Corporation 就是公司 Corporation 这是第二个字符章 第三个字符章 就是我们公司的论坛地址 3w.yxarm.net 好 我们现在要对这三个字符章 进行处理 那么第一个处理 请将原响这个字符章 里面的字符 全部变成大写字符 也叫YUAMXIAMG的字符 全变成大写 再保存起来 第二个问题 计算Corporation 中字符章 字符O的个数 并输出O在字符章中的位置 你比如说这里面有几个O 一共有三个O 为什么 CO PO 还有IO 有三个O 那么它的位置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三四五个 六个 六七八九 一共有这几个位置 也要输出来 第三个问题就是 请将这三个字符章 拼成一个字符章 将它进行拼接 你比如说 拼接成什么 YX 原响Corporation 它的网络地址 原响Corporation 若少 3w.yxarm.net 拼成一个字符章 那么好 那么我们怎么样实现这样的一个字符章的处理 我们首先来我们这个工程首先来建立一个新的工程 我们选择Win3r 控制的游戏 那么我们已经进行到第几个实验了 我们现在第十个了 就是 OK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嗯 我们是字符章是吧 字符章 保存起来 保存起来 在那个文件夹里面是有了 但是我们这个里面并没有加进来 对吧 在这个文件夹里面有了 Test10 大家看到这个有了 而且是0KB字节 对不对 因为我没有任何内容 但是这个工程最后编译 在这个工程里面并没有 我们必须把它怎么办 加进来 这样子有了 我双提它 它就有了 好 这里先是空的 我们来先把这个程序框架搭一下 include 我们既然要输出 就必须加什么 steady l h 对吧 如果我现在还需要什么 调用字符串处理函数 字符串处理函数 我们刚才讲了 是什么 stream.h 好 把这两个加好之后 然后定义函数的入口 main 组函数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题目 有三个字符算 好 不管3加11 那我们现在 先定义一个数组来把它保存 是吧 四处 s1 斜杠 它等于多少呢 斜杠很大 因为我们最后要 斜杠很大 我们来保存什么 直接保存 它是原响 对不对 好 我们直接可不可以这样呢 我们也不知道行不行 因为我字符串 我可以 我可以直接这样 行不行的话 我们 我们自己试验一下 就知道了 能不能这样表达 s 就要输出谁 输出s1 ok 那没有问题 那当然如果说 你开始的时候 如果说按照我们前面讲的 我们就是什么 足够的定义 你比如说我们 本来是应该是这样定义的 它等于多少呢 是多少 我们就是这样子 足够来定义 对不对 啊 这样定义也是没问题 就是麻烦 是吧 然后我们在这点 cooperation 所以 co 这样定义也是没问题 co 效果是一样的 啊 cooperation C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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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T I O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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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好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 第二个字符章也可以打印出来 printf 是不是 好 我们首先想放红一下 在前面的结果先放红 放红之后 然后再把这个字符章输出来 唯出谁的 输出sr出来 可不可以 啊 是可以 然后为了停顿 我用个这个函数把它 get一下 这样也是可以 他说corporation 这里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为什么 为什么出现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个里面要记必须加上什么 说了你既然是自不串 他要遇到斜杠0才认为自玩 否则他会继续输出的 对吧 那么加一个斜杠0就对了 我们的速度就正常了 大家看一下我的速度正常 对吧 corporation 好 这样我们已经输入了 把两个字不串保存起来 那么第三个字不上 3w.yxm.net 那么我们采取最简便的那个 初始化的方式 对吧 我们来采取最简便的初始化 那么我用什么呢 直接 这样 3w.yxm.net ok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输出来 我把23也输出来 这里 把23输出来 好 yxm.net输出来了 对吧 好 那么这样子我们就三个字不串都保存起来了 现在请先做第一件事情 将所有的这个y原响 这个字不创里面的字符全变成大写的 那么怎么变大写的 我们变成大写的 我们就把它保存起来 首先输入一个s1对不对 输出一个s1 然后我想保存起来 我先订一个片 订一个东西吧 我订一个s1 s1是多大呢 我们数一下 你这时候你s1不能够是不用来保存什么这里的大写对不对 那么我现在确定一下 因为你没有初始化你这里具体是多少个你必须要确定 啊 因为你不再不确定的话 这个C 这个VC 这个呃 这个变异环境 他没办法确定你这个大小 这样子的话 他应该会 报告你 什么 一个错误 你看 他说C1啊 unknown size 什么意思 在这里 他说不知道大小 对不对 就出现一个这样的error 他说这个C1他不知道大小 来在这里给一个小小的这个指示的符号 告诉你这行处在这里 不知道大小 那我们 必须要改定大小 那么改定多大呢 123456789 把一个有九个字符 那么九个字符 大家注意九个字符 你如果给九个 就不对了 为什么 因为这是字符串 字符串 你要注意 九个还要怎么办 加上至少还要加一个 用来保证什么 斜杆0 所以我们是10个 10个至少要10个 当然越大越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变成大写的 变成大写 我们有什么办法 让小写的y 变成大写的y 小写的u 变成大写的u 我们前面查了 x码表 对不对 直接修改它的x码值 把它改过来 那么既然要这样改 那只能 i个i个改 足够的改 足够的改 足够引用每个数组的元素 我定一个变量i 我来引用数组的元素 通过引用数组的元素把它强行改掉 或i等于多少 i等于0 从0个开始i小于9 因为你这里最大一个是ce 这个s19 s19 i加加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先把它读出来吧 先读出来 读出来是怎么读 c 读出来是se 怎么个读法呢 它的di个 先把它读出来 读出来给谁呢 给ce的 读出来 先把它读出来 读出给ce的i 好 这样子 那么这样子实际上是进行一个拷贝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ce ce 我们输出se 输出ce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是什么结果 好 我们发现拷贝拷贝的什么 诶 同样的没有把什么中指符拷过来 为什么 所以输出ce的时候就有点乱 为什么 你这里拷贝的是最后一个 并没有把那个ce拷过来 那么很简单 这样子的话 我这个ce怎么办呢 ce的第十个怎么办 第九个 也最后一个 它等于多少 直接写死 这样也可以的 也可以 对吧 这样也可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诶这样子实现了字符串的这样子拷贝过来 拷贝过来是什么的 但是我们说了 我们要把它转分成大写 然后大写有什么办法 很简单 我们前面有什么 有AX码表 我们看一下 小写的A是61 大写的A是多少 41 小写的B是62 大写的B是42 两个人相扎 20 大家注意这个20是16进制的20 嗯 10进制就是32 那么好 我们在程序里面是这样子 怎么办 小写的嘛 减去16进制的20 0X20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来 大家会发现 我小写的原响 就变成了大写的原响了 好 这是我们完成的第一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 计算 cooperation中 字符算的字符O的个数 计算的个数 也就是数它有多少个 整个串里面 并且输出O在每个字符串里的位置 你比如说这个位置是1 这个位置是2的话 那么2要输出来 然后这边还要输出来 那我们怎么办呢 这是字符串2 字符串2 字符串2 我们要把它输出来 输出O的个数 好 我们就定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干嘛呢 计算 O的个数 好 我们接下来开始 很简单 我们首先 NUM整办 它等于0 好的 我这里 我这里给大家 来点新鲜的 NUM等于0 写的这里 可不可以 写的这里面也可以嘛 然后我打个到 对不对 I等于多少 I等于0 分号 但I小于多少呢 小于多少 很简单 我小于钓用这样的函数 我搞不清 还不简单 谁 谁 谁的 谁 S2 对不对 什么 这个还是我们前面讲了 返回它的什么 长度 因为我 我无法固定好 不想数到的个数 我直接这样子 谁你多少个 反正自动会计算出来 然后I++ 可以吧 OK 好 行不行 打个空的 行不行 看来编译出错不 不出错 对不对 那说明没问题 这样这样给就可以 好 我们接下来看 我们要干嘛呢 计算 O的个数 好 这个好说 if if 什么 if if R42 第一个 它的内容 它的内容 等于多少呢 这些注意 是操作单个字符 不是字符算 所以用单引号 它等于小写的O 好 如果它等于O 那么怎么办呢 NUM 加加 对吧 最后 这时候 弄完的时候 我再怎么办呢 我再把它printf 对吧 把这个O的NUM的值 我想把它 打出来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诶 输出了3 看到没有 3 联想 对吧 3 为什么 它已经把NUM的值输出来了 说明NUM已经计算了 你数出来的是三个 你比如说我在这里改一下 我这里连着改一下 这里一个O 那么输出来的结果会是多少呢 来输出4 对不对 啊 就是就是4了 那说明没有问题 好 当然在输出之前 我想 换一下行 这样子看着舒服点 好 这里我刚才讲了 已经输出了这个字符算的个数 那么请问 诶 字符算的位置可不可以输出 诶 也是一样的 如果这个条件成立的话 我做一件事情 首先是NUM加加是肯定的 那我要把它画起来作为一个复合语句 为什么做复合语句 因为这件事情是要一起也都要做的 但条件成立 NUM不但要加加 还要干嘛 Printf tln 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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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 哪个位置 i的值 那么这注意 i的值 我们来看一下 好 149 然后3 3 3是那个 3是什么 3是总个数 149位置 第1个第4个第9个 我这里百分之低吧也是 149 当然我这百分之低 我还等于 总个数 我还可以输入 总个数 等于百分之低 啊 好 那么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这里面 输出是非 这是149 149 而这是第0啊 他数的这是第0 这是第1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结合我们自己的这个 人的理解的话 应该怎么办 再加一个1 对吧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出现一个错误 所以什么错误的 error在这里啊 error 这里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 50 总个数等于多少 等于3 对吧 整个数就等于3了 好 这样子就实现了我们 这个第二个题目 将这个 o的 字符上的位置 输出来了 好 第三个问题 将这三个字符上 进行拼接 那么拼接拼在 拼在一起 拼接好说 拼在一起 我们前面学了什么 函数就可以拼接 stringcat 函数进去拼接 那不很简单吗 当然我人为的去拼也可以 人为的拼也是没问题 好我们怎么拼呢 我们来首先定一个更大的 你竟然要拼接嘛 是吧 拼接 谁啊 拼多大呢 给一个大一点的 50 如果爱拼的话 啊 我们就是在这里拼了 拼了 好我们怎么个拼法 cr 拼 我们可以是这样拼 第一个 我先写一个 复杂的版本吧 复杂的版本 复杂的版本是这样做的 如果我不调用这个系统的函数 我是这样做的 有点麻烦啊 复i等于多少 i等于0 i小于多少 还有数个数 对不对 几个 啊 数的有9个 对吧 i小于9 当然如果我调用系统的函数 你看 我就不用数了 多少个都无所谓了 多少 还是1 所以有了函数之后 我们发现很方便 对吧 ok 先把它复过来 看 怎么办 付过来呢 c2的什么 i的位置嘛 对吧 他的第2的位置 用谁付给他 选的嘛 s1的付给他嘛 s1的多少 i的位置嘛 对吧 ok 这样一个一个给嘛 这样一个一个给嘛 是吧 一个一个给嘛 然后我再来把这个i的位置输出来就可以了 你不知道我到底printf多少 c2的嘛 c2的什么 c2的什么 百分之s 什么 百分之s s c2 这里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来说出来一个什么 原响 哇 斜杠 对不对 一个这个这个东西乱了吧 乱了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这个cr 这里啊 最后没有加什么 没有加这个斜杠0 对不对 没有加斜杠0 好 没有加斜杠0 如果我是这样的 然后多一个 将斜杠0多怎么办 复制过来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就ok了 那大家看一下就ok了 对吧 为了使得看上去舒服点 我把这个 printf 我把这个家伙 d 斜杠0 然后 然后 是吧 你看 我经常忘了打分号啊 大家注意 这是什么问题 来 死机了 好 死机了 我们重新打开一下 关闭 打开工程 打开老工程 我叫这个工程 用dxw保存的 我们来看一下 在里面 这边没有加进来 加进来 加进来 add file to close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出来就是这个效果啊 好 刚刚的死机了 好 yx2 输出来 没问题吧 好 那么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 把它这样子把这个斜杠0也拷贝过来就ok了 好 现在注意了 如果说我想r1个拷贝 我现在就注意了 我还要拷一次 为什么把第2个字符算也要拷过来 拷谁的呢 拷谁的呢 拷二十二的 对吧 二十二的 那么二十二的 从二十二里面去拷 对吧 拷过来 拷到还放到第2个吗 那注意 如果再放的话 就会发生什么现象 把它怎么办 全部覆盖了 为什么覆盖了 你原来拷了这个原响 现在再拷一个这个 就把原来的这个CR的位置覆盖了 那么怎么办 大家说 有什么办法 有什么办法 看你们想想 有什么办法 其实可以这样 对不对 那么好 怎么办 像吗 那么最后一拷的话 我注意 为了避免错误 我不是加个什么 加个1 加1什么意思 这刚才我讲了 对不对 像那个什么也拷不过来 只有4-0 来看一下 原响 coberation出来了 对不对 没有覆盖吧 如果说你想加个空格 也好说 也好说吗 加个空格 怎么个人 谁啊 他的 他的 给我们个嘛 他的任务等于多少呢 等于这个嘛 加个空格嘛 你看 有一个小问题 等于num等于这个 把这句话调到后面去 首先一个什么 crnum的值等于一个这样子的符号 好 我们不要交接在这里了啊 好 我们接下来做这个就不管了 我们来看一下 再将这个字符串拷贝过来 本来是没有问题的啊 我不知道他这个这个软件怎么回事 我们来看一下接着再来考 这时候怎么办 挺蛮麻烦的大家发现蛮麻烦的 怎么办 这时候num呢 就不等于num加i了 num等于num什么 num再加i 对不对 原来的值累加 然后再这样子 现在考谁的呢 考s3的 s3的内容 大家注意这个里面还有加1吗 你不能再加1了啊 你再加1的话就会出问题 出什么问题 大家看一下出什么问题 来输出还是yxcorporation 后面的没有 为什么你已经把这个斜杠0 考过来了 考过来的时候 他输出的话就输出不了 为什么 他遇到斜杠0就结束了 所以前面的斜杠0是不能加的 来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全部加进来了 好 我们会发现 我们如果自己做 不调用它的函数 其实很麻烦 还更麻烦呢 你比如说我连这个函数都不调用的话 那变成什么样子 我要个数一个个数 对不对 这挺麻烦的 好这就是函数的作用 系统库里面提供这样的函数 能让我直接方便调用的话 我们会发现 有了它 我们就方便很多 好 现在 我们把这个方式 去除 我们用更简单的 把全部用它的系统函数来调用的话 我们会发现更加简便 更加简便 那我们来看一下 来我们怎么调用的函数 我用 怎么 前面讲了几个函数 string什么 stringcat 还有一个什么 stringcopy 对不对 很好 很好 我们首先 CR里面什么数据都没有 是吧 stringcopy 这不很好吗 string copy 咱们个调用法 stringcopy string1 好 好 好 CR的吗 哪个考的CR里面呢 还是1考的CR吗 对吧 然后我们来运行一下看看 原想出来了 对吧 对吧 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你就不能用stringcopy了吗 因为再用stringcopy 就会发生什么 覆盖了吗 啊 我们这时候再来用 连接函数吗 连接函数 把这个考过来吗 啊 这时候我们再来看看 哎 copy也出来了吗 是吧 然后我还想连接嘛 呃 大家会发现我连那个什么 空格符号啊 这个斜杠0 我都不需要处理了 自动的帮我处理了 十二三嘛 这个时候我再 再处理嘛 哎 三条语句就搞定了 实现了刚才一样的问题 对吧 啊 所以我加了用这样的 这个本身的处理函数 就飞很快的 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 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嗯 课件 啊 这是我们这个上级题 我已经做完了 那么 我们还有一个 题 你比如说出一个字符 统计其中的单词的个数 啊 单时间这个空格进行分开 嗯 你比如说 哦 I am a boy 请问这里面有几个单词 它实际上是找蛇啊 找空格 对不对 啊 搞空格 或者说 找这个空格后面遇到什么 字母 就认为是一个单词 再遇到空格就认为结束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一共有多少个单词呢 有四个单词 啊 最后统计来有四个单词 在num 啊 啊 那么这个程序 希望大家去写一下啊 自己呢 输一个字符 一串 get string 啊 用get s 来输入一个字符串 最后来自己判断一下 你输了多少个单词 好 那么本章 其实我们 已经重点讲解了这个数组 还有字符串 啊 字符串实际上是字符数组 只是加了一个斜钢0而已 那么实际上这些数组在程序应用中是非常普遍的 那么我们希望大家理解一下一些概念啊 一个是数组的一维数组二维数组 第二数组的一些初始化的方法 第三数组实际上在内存中存放的这个位置 第三还有数据排序的一个算法 我们前面也讲了一个排序 对不对 排序 猫破排序 字符串的一个特点就是最后加了一个斜钢0啊 啊 也一个字符串的助理函数 那么这里还有一些立体 啊 希望大家自己做完 比如说 收入两个字符串 将它稍微相接受输出 啊 这里有个程序 第二个的第二个题目是输入热干行文本 每行以回池结束啊 统计这个行数啊 统计这个行数啊 那这里我也有一个程序啊 程序和分析 第三把输入的字符算逆序排列 并且显示 也输入一个字符把它倒过来 倒过来 逆序排列 逆序排列 就是进行交换 逆序排列 于是从键盘中输入字符 以knddj结束 统计输入的这个0到9和空白符 以及其他个符的字符的个数 这个我们前面其实也讲了 我们输出已经判断了o的个数 对不对 字符o的个数 这个差不多 程序也有 第五个 从键盘上输入一个字符上 将其复制一份 复制式将小写字符转换成大写字符 这个也是做过的 第六个 从一个三二四列的整形二维数组 查找第一个出现的复数 这次实际上是用两层 破循环 签套 另外这个二维数组都必须有两套循环 一个循环来只是每一行 一个循环只是某一列 谢谢大家 今天的课程结束 好 好 好